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的全日總結環節 身邊嘉賓請來有料財政圈研究部的副總監Jason Jason,你好 Jason,你好 跟你先跟進中港兩地市表現 看到內地市普遍向上 上證指數升20點,收報3269點 深淨城指升63點,報10646點 滬深300指數升27點,報3489點 創業版指數升16點,報1965點 至於港股方面,今天收升30點 收報24358點 先看內地市 看到今天內地市可以震動上升 看到其中一件事主要關注一帶一路 相關的板塊 都帶著指數向上 去到四個月的高位收市 但現在都上到3200點 流上 3300點這個位置 阻力是否較大呢 內地股市在過去那幾天 就有一個震盪式的整股 但當然跌幅來說又不是說真是這麼大 今天就叫做再升上來 暫時都看回上證那邊 其實都已經是靠上去 就是3300左右 但當然這個水平要穿都不是說 或者這麼容易 我自己都看 就說接下來內地股市方面要留意幾個因素 包括說整體流動性方面 會不會都再有個比較緊張的情況呢 特別去到三月底 內地銀行都會面臨一個 每季那個MPA方面的巧合 可能都會令到在那個 拆息方面繼續有些的抽升 還有都可能令到 整體那個市場的流動性方面 有機會是收緊 但當然都看回央行在最近這兩三天裏面 都開始是向市場 就注入一些的流動性 在易會購上面也都是做多一點 變相就令到現在的拆息 再向上的空間 未必說會太大 所以暫時看回這個因素 對於內地股市的影響 就未必說會這麼大 另外一方面也都要留意的 就說說內地的近排 都見到有不少的一些監管 就出台針對不同的行業 例如剛剛提過的銀行 或者對於房地產市場上面 之前都不斷提 就說對於一些一二線城市方面 都行走限購和限貸令等等 那會不會都有 即是接下來更加多的 在行業上面的規範 或者一些監管會出台 又或者一些去槓桿上面 會不會再做多一步呢 變相都可能令到整個市場上面 現時的入市的氣氛 整體的情緒 仍然都還是比較薄弱一點 所以短暫的 當內地的資金面上面 又不是說叫做那麼寬鬆的 再加上現在市場上面都面對著一些 政策上面或者監管上面那些 升級的因素 可能都會令到 內地上證方面在3300這個水平 仍然都會面對著一個 相當大的阻力 好明白了 內地上可能阻力會較大 在3300這個位置 究竟港股的表現又是如何 你見到昨天就收升7點 成交有900多億 今天成交縮減少少 去到833億多 最終都可以收升到30點 到24358點的位置 似乎狀況就膠著了 在24000點的樓上 但又不想不下 現了三連陰 又不是說要向下跌 現在是不是都比較悶悶一點 是的 在星期初恆子破了頂之後 都見到最近這三天 就做一個調整 當然那個跌幅 暫時看上去又不是很大的 雖然星期三那天就跳跌了下來 但是在昨天 和今天又沒有再向下的壓力 起碼大概一條十天線左右 都能夠站得穩 沒有穿到這個支持關口 你說短線裡面要留意的 重點當然都在美國國會那邊 對於奧巴馬依改的表決 是否能夠通過呢 如果你說到時通過不了的 大家又自不然又會再重新質疑 究竟特朗普 接下來推減稅的計劃 究竟何時才可以在國會上談 何時才能夠落實呢 這一方面對於美股來說 都可能會有些影響的 但是近期你看到美股就算跌下來 都似乎對於港股方面 影響性又不是很大的 或者你看到這一個月來講 其實美股都由高位慢慢向下的 但是港股方面破了頂之後 先在最近這兩三天做回套 但是跌幅也都不算太大 反而比較重要的因素 都要看回下個禮拜 一些籃籌公司公佈業績 去到最後個禮拜 也是叫做最多公司會公佈的 這一個禮拜 大家的關注點 都一定是會放回一些內地銀行股上面 見到內銀股在這幾天來講 雖然都有些調整的 但是同樣地的跌幅不算很大 那不要忘記這個板 其實在最近這幾個月裏面 都是出現了一個向上突破的 還有升幅方面都是不少的 那當然如果你說市場上面 對於它這次出來的業績 不會說有太大驚喜的 至少盈利增速上面 都可能講一個低單位數的數字 但是反而有兩個的衝勁可以留意的 一來就說在那個不良貸款比率上面的增幅 會不會開始是叫做見了頂 有機會慢慢是放緩 二來就說在今年來講 究竟那些銀行預期整體的盈利的表現 會不會有機會有一個是暗復數 又或者當那個利率慢慢向上的時候 會不會都可以令到銀行方面的息差 有機會是慢闊 所以你說內銀行方面 我自己覺得業績出來 就算大數上面不是特別標青的 但是對股價來說 都不會受到一個很大的壓力 都看上去其他的指標 包括息差或者貸款質素上面 看看做成怎樣的 但是我自己都對於內銀行這個版法 在目前來講都是一個忠誠少少 又或者忠誠偏好少少一個的看法 就算你說接下來去回落 暫時那個跌幅都未必會太大 這個版又或者整個大事方面 我自己看 經過這幾天的整固之後 去到下個星期 一旦那些內銀行公佈的業績 如果是對版 都還有一個向上破頂的機會 好啊明白 最主要就是看下星期 內銀行業績究竟如何 Jason就覺得對於一眾內銀行表現 就是中性偏好的看法 其實就雖然就說港股 只是收聲30點 但是其實有很多主版的股份 都創了52週新高 有成55隻 而藍籌當中 你看到中聯通 瑞星科技和中銀香港 都是創了52週 各位可以留意 跟Jason去跟進一隻羽葉股 今天成為了一隻焦點 就是六百六三的揮山羽葉 最終收報在四毫二指 即跌八成半之後 就哭回來 宣布停牌 而低位最低見過 就是兩毫半指的位置 被人洗倉式的急插 最多跌了九成一那麼多 之前其實他們受到股空機構 都是暢淡回去的 而他們的股空機構 運水的創辦人布洛克 亦都表示對於今次股價暴跌 就覺得是意料之外 但對於股價暴跌 他有感到興趣 而看過去之前 報告裡面就認為 輝山羽葉股票價值是接近零的 如果現在說到股價 最低見過就是兩毫半指 迫近零的位置 即使他現在是短期停牌 伏牌之後 也有一個下跌空間 運水的官機構 當然在去年出了一份報告 都已經說到 這間公司本身在收入上 又或者在盈利上 有機會有一個誇大成份 甚至乎都指出 他們的主席 之前都曾經是挪用公司的資金 做一些房地產的投資 當然你說在之後的時間 輝山都出了一些公告 做一個澄清 但市場上 其實當時又不是太負面 即是你看到 就算出了一份 公空機構的報告也好 當時股價就沒有怎麼跌過 但你說到今天 在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沒有什麼特別的負面新聞下 反而是要暴跌 接近九成下來 基本上暫時都未找到 有一個很確切原因 但是都幾可肯定 就是見到 其實今早的沽空方面 對於這間公司來講 比率是相當高的 以及整體的沽空金額 亦都相當大 然後你說股價跌到 大概兩成兩三成之後 就見到一個暴跌的情況發生 唯一可以解釋的 就是會不會都是 就是當跌幅去到某個水平之下 都是觸發了一些止洩盤 或者觸發了一些拋空盤出來 就令到股價再有個暴跌 其中一個原因 可以都這樣去推敲 就是會不會 就是之前都被人傳過 就說大股東方面做了一個 就是抵押的股份 都有成是二十幾個百分之下 就是二十幾個百分之下 的一個股權來講 會不會都因為 觸發了某個的平倉價 所以要去到一個 強制斬倉的一個情況呢 那如果你說出現這個情況 那當然就可以直接解釋到 為什麼說今天股價 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就是要跌成這麼多 那在市值上面 亦都是見到有 就是三百幾億 瞬間就沒有了成八成幾 那所以你說去現在 叫做申請了一個停牌 那但是暫時又未見到 有什麼的澄清 或者有什麼的另類的補充 那我們都要再觀察 究竟接下來公司上面 會不會出什麼聲明 來解釋這件事呢 又或者接下來 真的叫做解釋完之後 去復牌了 會不會就真的見到股價 可以有一個很大的反彈呢 那當然如果你說以過去的經驗來講 當然你說是某隻股份 因為那個斬倉 而令到股價突然之間急跌呢 那通常之後的時間 那股價都會有一個 幾明顯的反彈的 那但是如果你說 今次是因為大家 不相信那間公司 不相信那盤數 或覺得有造假的成分呢 那可能就算你說 接下來的股價彈完之後 再下一個機會都高 又或者整體反彈的 空間 或者那個時間 都未必說會太大或者太長 或者太長 明白了 要留意它什麼時候 復牌之後的公佈細則 另外呢 再和你跟進多一個版塊 稍稍看看本地的地產股 自關有消息 就指內地銀聯 就指令香港的銀行機構 要禁止中國境內居民 透過銀聯卡 來香港拆卡買樓的 之前你看過 他就說 不可以說 下來拆卡買保險品 現在就去到買樓方面 看回去年 第四季一些內地客 入手的新盤數字 按桂都上升了 上來 自從禁止保險產品 去刷卡之後 看回 如果說現在這些 買盤當中 有很多都是來自內地客 突然間一刀切了的話 對於本地的地產股 影響大不大呢 看回今天地產股 又沒有怎麼動 如果你說單看回這個政策來講 那個針對的 所謂支付的模式 就只是一個銀聯卡方面的付費 又不是一刀切 完全不讓內地人來買樓 也不是說有什麼資金的限制 如果你說看回內地人 其實下來香港買樓 都有很多不同支付的途徑 當然 銀聯卡是其中之一 也有很多可能在下訂的時候 直接是給票的 也都有不少的 所謂內地客戶 其實在香港本身 也都有些銀行戶口 又或者本身在香港 已經開了一些公司 來做一個轉賬 所以變相你說 他們不用銀聯卡 來找數 那是否等同他們 現在一定是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買到樓呢 我相信可能性就不高 所以變相你說 今次做這個政策 就純粹針對銀聯卡 基本上對於樓市 或者對於內地人來買樓的意欲 未必說會有很大的影響 反而要想的是 今次中英做得這個政策 會不會都有個信息帶出來 都希望 接下來內地的資金 不要一面倒 湧下來香港 投資房地產市場 會不會第一步 先禁銀聯卡 到下一步 會再有其他收緊的措施會推出呢 如果你說再有一些限制的話 可能對於未來樓市的發展 會有些影響 但是暫時這一刻來講 對於地產股的衝擊 又不算太大 你看到今天地產股本身跌的幅度 都不算太多 但是整體來講 我自己都對於這個板塊 整體的看法 都不會太過樂觀 原因不是今次這個政策 反而是因為整體的資金的成本 開始是上升 還有就是現時的樓價 都開始去到一個 比較有泡沫的水平 所以你說這些價位 再向上的空間 我自己看就不會太大了 暫時看回本地地產的板塊 不是太過樂觀 審慎小小去看 謝謝Jason剛剛詳盡分析 中港兩地市和個別股份情況 全日總結時間也差不多 和你做回申報 講一下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環節先來到這裡